记者了解到江苏省如高市 下园镇宠物交易市场 建于1987年 至今已经有32年的历史 起初这个市场还有检验检查 那么这几年 市场的监管就不见了踪影 那么这个地下宠物交易黑市 被贩卖的猫狗是否有传染性疾病 市场的监管到底是哪个部门来负责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报道 记者首先来到了如高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园分局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些贩卖猫狗属于个人行为 不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管辖范围 记者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每个周五这个贩卖猫狗的黑市 都会有近千只猫狗的交易量 已经是适时存在的市场 为什么不能将它进行合法合规的监管呢 这位局长始终强调 这个市场没有营业执照和经营主体 市场监管部门无法实施监管 至于交易买卖 这是农委兽医站管的事 于是记者来到了如高市下园镇 畜牧兽医站 兽医站的工作人员表示 那里的确是一个非法市场 至于谁来管理 谁来防疫 他也说不清楚 当地村民却告诉记者 其实当地一些养殖户 也希望有一个正规的市场 有防疫 有监管 至少让别人买回去的小动物 是健康安全的 这样市场和宠物的生意 还能长久下去